都谈过两岸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在想做主门徒 带主门徒 他需要一个动力和榜样 一个动力和榜样 那什么是我们动力和榜样呢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就叫做提比里亚海边的爱 这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第21章 主耶稣在复活之后 第三次向他的门徒显现 就是要把这个爱 爱的动力给他的门徒 那时候门徒还是处在一个 一个totally shocked的一个状态 主耶稣刚刚被钉十字架 他也从死里复活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 何去何从的时候 主向他显现 向他们显现 所以就改变了他所有的门徒 十一个门徒的生命 然后他们就带领整个初代教会 如火如荼的建立了初代的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从约翰福音第21章来看 提比里亚海边的爱 如何建造 如何来建造这些主耶稣的门徒 在提比里亚海边 我讲到常常会有一些地图 这让我们更贴近 这个当时的地理和时代 所以提比里亚海 其实更加熟悉的一个名字 就是加利利湖 如果说加利利湖的话 大家就很容易明白 那为什么叫提比里亚海呢 是因为在耶稣的时代 有一个他们当地的王叫 西里王 安提巴西里王 他在提比里亚这个城市 等于设立了犹大省的一个首都 首府 所以加利利湖 自然就被改名为加利提比里亚海 那这个湖 为什么能叫做海呢 其实这个湖是蛮大的一个湖 我查了一下 它有166平方公里 166平方公里的话 如果你算它20公里 30公里乘以40公里 30公里乘以4公里的话 已经120 所以这个湖的概念 大概就是我们华盛顿湖的两倍 华盛顿湖的两倍 华盛顿湖其实不小 但是因为它比较狭长 然后中间有一个墨沙埃兰 我们觉得它好像还蛮窄的 但是这个它的两倍 其实蛮大的一个湖 当时的人没有出远门 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湖 就是相当于非常广阔的一个海一样 所以被称为提比里亚海 那这个图的左边呢 就是主耶稣 还穿着这个 这个袍子 那个就是他 经常在这个坟墨里面穿的 那这个在这个岸边 就在提比里亚海的岸边 有炭火 有烤鱼 有饼 在等待他的门徒 在远方有一个小船 他的门徒在上面 正在打鱼 劳碌了一整夜 都没有打着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他记得在约翰福音的21章 大家其实都有读过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不好 这个 我们请男生读单数节 女生读双数节 好吗 来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 记载下面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 赤着身 一件件是主 就树上一件外衣 跳在海里 那个不用念 他们上来岸 就看见那里有烫火 上面有鱼 上面有鱼又有饼 西门彼得就去 把碗拉在岸上 那碗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么多 碗却没有破 谢谢大家 这段其实非常容易读 就像一个演电影一样 那个人物有七个门徒 耶稣在 提比利亚海的海边 所以这样的一个场景 其实主耶稣 在这之前有两次 向门徒显现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 这个达玛利亚去告诉 这个彼得 约翰 还有所谓的门徒 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还有点不相信 但是耶稣就穿墙而入 突然出现在他们的中间 那当时这个多玛不在 多玛 事后多玛说 他们见到复活的主 他说我不相信 我主要看见 亲眼看见他的相信 那然后第二次 耶稣又出现在他们的当中 那时多玛也在 多玛就摸到 耶稣的手上的钉痕 他这个 这个 这个泪盘的这个枪伤 所以这个西门就完全地 伏伏在主的面前 说我的主 我的神 这就是前面两次 那其实 这个约翰福音在 第二十章的时候 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 约翰也写到说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像这一章就可以结束了 那为什么耶稣要第三次 向他的门徒显现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时候 圣灵还没有被赐下 门徒们的信心 还没有被完全地恢复 他们虽然见过 复活的耶稣两次以后 但是他们 还没有被完全 被神的爱 完全地被建造起来 这个他们中的老大 这个西门彼得 还是要回去重招就业 我们刚才看到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他说 我们去捕鱼嘛 结果跟他在一起的 另外六个门徒 就跟他一起去了 那他们劳碌了一整夜 什么也没得着 但还记得 当耶稣第一次 呼召彼得的时候 是什么情形吗 那即使在 《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 在同岸一个湖边 也是在 那时候叫 格尼撒勒湖边 很多人听了耶稣的道以后 拥挤他 要听他的道 然后耶稣就登上 这个一艘船 刚好是西门彼得船 结果在他们讲道以后 然后叫西门彼得 将船开到水深之处 在那里下网 结果他们也打着 很多很多的鱼 圣经记载说 他们打到的鱼 多到两艘船 都钻得满满的 甚至都要沉下去 那西门彼得的反应 是什么呢 西门彼得也是跟 多玛的反应 几乎是一样 他就马上 俯伏在耶稣的面前 说 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从这件事情以后 西门彼得 还有他的弟兄 就跟随了主耶稣 所以这是主耶稣向西门彼得显现 在同一个场景的里面 同样是他们在一整夜的劳力 什么都没有打造 然后这些门徒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去 质问耶稣的建议 耶稣说 将你的网撒在船的右边 他们就非常顺服地 把这个网撒在船的右边 结果就打招 满满的一网大鱼 共153条 而且鱼这样的多 网却没有破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这时候耶稣出现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大家可以大概地想象一下吗 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耶稣就像一个 他们中间的一个同行 像一个老渔夫 因为他叫他们小子 对不对 他出现在岸边 在蛮远的地方 甚至有点喊得 向他的门徒说 你们有吃的吗 小子们 你们有吃的没有 对你们这次主 在复活以后 第三次亲自向他的门徒显现 以一种朋友的方式 向他们来显现 所以我称之为一个朋友的爱 主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而且不是说一种 非常虚无缥缈的一个方式 来出现在我们的当中 它是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的当中 就像他出现在当年的这个门徒 在打鱼的一个清晨 当他们劳力一整夜 什么也没打着的时候 主耶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所以你看那个图 非常形象地描述当时的情形 你看那个船上有六个人 还有一个正在往这个湖里跳 那就是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总是那位最最冲动的 大家有想过西门 也做过比较crazy的事情是什么 对啊 我想西门彼得当时在脑子里面 飞快地撞过 但他听到约翰说 那是主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主难道不是曾经呼召我走在水面上吗 我难道不能这时候就跳在水里面 就走到耶稣那边去吗 那边远方就是有个吹烟 那边就是耶稣在的地方 西门非常非常的激动 但是他关着板子 那时候这个打鱼 非常可能要出很多汗 但是他还记得 拽上他的外衣穿上 因为不能关着板子去建主 对不对 是对主的尊敬 但是你没有记载西门怎么去到那个岸边 他不知道是走过去 还是游过去 Anyway 但是可以知道西门那时候是多么多么的激动 彼得是多么多么的激动 主耶稣又一次向他显现 所以这就是一个主的一个朋友的爱 能够让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够感受到 对不对 你觉得我们跟随主 做主门徒 这个带主门徒 我们比那时候的门徒更加困难吗 因为好像没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耶稣 主在前面带领我们 不能与我们朝夕相处 但是弟兄姊妹 在那五旬节之后 主允许我们 祂要赐下圣灵宝灰师 所以这个圣灵 其实就是我们每天 可以来与祂亲近 能够得着从圣灵来的爱 而且让我们能够感到温暖 能够感到有方向 能够向祂来看守 Counselor and Comfort 就是圣灵的执事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 我们要常常地感到耶稣 就在我们的边上 祂就像一个我们中间的一个同行一样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祂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Amen 27年前 我也经历一个整夜 劳力一无所获的一个经历 就像门徒一样 那时候我刚刚来美国四年 刚刚完成我的学业 学业完成了 但是没有工作 没有绿卡 有的是沮丧 有的是忧郁 这时候主知道 我最需要一个 从这个世界以外来的一个爱和温暖 所以他就 我之前有做过见证 他就派了两位教会的弟兄 在冰天雪地里面 把我找到 那时候我开了一辆车 在从密大回到家的路上抛锚了 也是下着大雪 居然两位弟兄 因为要去探访我 然后我太太 在离开家之前 突然接到他们的电话 Anyway 就把我带到了教会 所以让我经历到一个 从所未有的爱和温暖 也抑制了我的忧郁症 给了我生命的答案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那就是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等会还要来讨论 这些东西是什么 耶稣也问同样的问题 你爱这些比爱我更多吗 我们都来看这些是什么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 1997年的父亲节受洗 到现在27年 我的服事从儿童主书学老师开始 OK 我现在挑战一下在座的弟兄 如果你还没有服事的话 从儿童主书学的男老师开始 OK 男老师最缺乏的 男老师最缺乏 我一直做到我的孩子上初中 我还在做儿童主书学老师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换了不少几个教会 都是因为搬家的缘故 我的第一个不是儿童主书学老师的服事 是敬拜团的服事 虽然唱歌不是很好 但是有一场热情 要来敬拜神 然后有做小组长 音控同工 宣教执事 理事区长 成人主书学老师 现在是一个兼职的传道人 所以 有的弟兄准备问我 说你有全职的工作 你还可以有这么多时间 来服事主 服事教会 你的能力 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的能力来自于 我知道 耶稣的爱拣选我 耶稣的爱拣选我 我要以 我要以我的爱来回应耶稣 所以听说明 爱的力量是真的是很无穷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做主门徒 带主门徒 我们需要有主那里来的力量 这很可能是 你思想你生命的经历中 你某一次被神的爱感动 被神的爱touch 当我们去回想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以后 让神的爱再次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会有愿意来服事主 服事主的教会 当然我们也更愿意来作为主的门徒 这是一种何等荣幸的事情 Amen 所以跟旁边说你要以爱来回应主的爱 Amen 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段 耶稣问了彼得三个问题 耶稣非常非常看通彼得 你从师父音书里面讲 看的话 每一次他拣选彼得 他总是跟他讲一些特别的话 那这里也是一样 彼得在耶稣这个三十字架时 放了很大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 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 也不知道他吃错什么药 那天晚上 就是 the fear get ahead of him 就是他没办法承认主 他三次否认主 但是主耶稣早就预言 对不对 你想想那 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 主第一次呼召彼得 他跟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不要害怕 将来你要怎么样 你要得人如得鱼了 Amen 那时候彼得还没有开始跟随耶稣 耶稣早就预见到 他要得人如得鱼 当然主也预见到 彼得要三次不认他 彼得真的信誓旦旦说 主我要为你死 主说什么 你不用这么信誓旦旦 撒旦退到后面去 你要三次不认我 主早就看见这一样 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指什么 从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上下文 可以给我一些答案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 这些是指什么 对 打到了一大碗鱼 对不对 还有那个温暖的炭火 还有这个烹烹香的 这个BBQ的早餐有鱼 有这个饼 这都象征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我们是很需要这些东西 来满足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 生计的需要 打鱼 得到一大碗的鱼 是我们事业的成功 主没有denign这些 他没有denign 他甚至为我们 做这个BBQ的早餐 来喂饱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但是主还是问我们一个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是给彼得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给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 我们爱主比我们爱世界上 这些东西更多吗 所以彼得回来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主又第二次 第三次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 而且每一次说完以后 从彼得那里得到positive的回答以后 他非常清楚地 叫彼得去做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 你喂养我的羊 所以就是主要喂养我的羊 是什么 就是带主门徒 主在早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三 就告诉这个门徒们 你们要做我的门徒 而且你要带我的门徒 喂养我的羊 牧养我的羊 就是带主的门徒 这里牧养和喂养 还是稍微不一样 喂养就是让我们有饱足 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那牧养的责任就更大了 牧养是 这个羊是比较stubborn 也是比较不够聪明的 他们会跟着头羊跳下悬崖 一直一直都跳下去 周牧师以前讲到 讲过很多 所以这些羊需要牧人的带领 需要牧人的保护 而且有这些柴兰野兽 要来抢夺 要来吞撕这些羊 所以弟兄妹 我们如果我们都立志来做主的门徒 我们也要立志来带主的门徒 是要有一个牧者的心肠 我们不断要自己 要专备自己在真理上 能够有根基 然后我们能够来喂养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养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要为他们祷告 祷告就是来保护 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受世界的吞失 因为这个世界上什么 有狮子 有这个魔鬼像好叫的狮子 要来吞撕每一位信徒 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 不可停止聚会 因为这个世界的魔鬼 要来吞撕信徒 所以弟兄妹 为什么主耶稣要一次 又一次地问彼得呢 问一次不就够了吗 而且他彼得 主耶稣都知道 我们人心所想的 他都知道 他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问呢 所以答案是 主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答 它是目的 是要让我们去思想 让我们重新审视 我们跟主的关系 重新审视我们跟主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把爱主 和遵守祂的话语 摆在我们生命和生活的首位 所以这的确是我们在生活中 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 这真的求主帮助 我们能够摆正 我们生活生命的优先次序 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主的爱中 Amen 所以问哪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爱耶稣 What does it mean to love Jesus 前两个礼拜 我其实跟这个 Zoia的青少年 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What does it mean to love Jesus Actually 他们给我蛮好的答案 所以有没有一些答案 爱耶稣意味着什么 对 非常代价 首先是要跟耶稣 多花时间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你说你爱一个人 你不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你怎么能谈得上爱他呢 Spend more time with Jesus 那具体怎么做 那不就是读经祷告灵修吗 敬拜 让我们能够跟耶稣 有更多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 特别注重读经 祷告灵修 这就是让我们 让我们这个 所谓爱主的一个 一个意愿 被实际的 被操练出来 不能说口头上说 我爱主 但是说读经 祷告 灵修 来教会 都可以 可有可无 很难说 你是为爱主的人 第二个 就是 要做什么 要做他喜欢做的 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总是要做 要为你的那位 心爱的人 为他做一些事情 而且是他喜欢的事情 那我问大家 耶稣喜欢什么 耶稣喜欢什么 耶稣要彼得 要喂养他的羊 他要我们 做他的门徒 他要我们去喂养他的羊 所以 我们要 做耶稣所喜爱做的 耶稣要来拯救世人 他要建造教会 让教会在地上 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 大家如果去读 以佛所书的话 你就非常清楚 知道神在末世的时候 他的心意是在教会 为什么我们教会的 总体的这个意向 就是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要迎接主的再来 迎接主的再来 把这个紧迫感 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OK 主来的日子尽了 所以我们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要迎接主的再来 Amen 那最后一个就是 要遵守 他的命令 他们主要也回答得蛮好的 Obey Jesus 你说你爱神 你不听他的话 你不能说你爱神 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在这个slide上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非常清楚明了的命令 那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你不用跟主玩什么虚的 OK 没什么虚的可玩 OK 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而且主要向我们显现 弟兄姊妹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神很遥远 我们要来回头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跟主在一起 我们有多少时间来思想 主想做的事情 我们有多少时候 是来遵守主的命令 弟兄姊妹 只要我们做到这三点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感到神的同在 能够看见神向我们的显现 神的作为和他的荣耀 也要沾显在我们的当中 Amen Amen 好 那第三点 这个第二点已经讲过 恢复建造的 第一个是朋友般的爱 第二个就是恢复建造的爱 因为彼得是神所呼召的 一个重要的使徒 从五旬节之后 五旬节的当中 彼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使徒 对不对 他起来讲道 用翻言讲道 三千人信主 之后又有一次有五千人信主 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苦难 被下到尖利 被鞭打等等 被受审 然后这一切都没有让他退却 等会讲这个回应主的爱的时候 我们还会看到彼得是如何信道 所以主的呼召就是 牧羊 我的羊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主的爱呢 对不起 我要再讲到这个 爱世界比爱主更多的一个事情 这个约翰福音 不是约翰一书里面 这个使徒约翰也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来一起念一下 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来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铺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善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残存 Amen 所以非常清楚 世界 遵行神旨意 世界和遵行神旨意 我们活在这个 当今的末世的时候 我们的征战就是世界 我们是选择世界 还是选择神 世界给我们的是 不过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这些 其实都是罪 简单地讲都是罪 骄傲是罪的一个 其实有人说 它是最大的一个罪 这个世界和其善的情欲 都要过去 包括你的骄傲 不管你如何的骄傲 将来一天 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会过去 都会被忘记 然而真行神旨意的是 永远残存 初代教会有另外一个领袖 叫雅各 这个雅各应该是 耶稣的弟弟 他说 四章四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岂不知 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 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显然 雅各说的更加的严厉 在你的选择 世俗和神之间的选择 不是仅仅是一个 一个非常好像轻松的一个选择 是一个以谁为敌 与谁为友的一个选择 是一个淫乱和圣洁的选择 这里的淫乱不是指说 这个婚姻上不道德的淫乱 或者等等 这个道德上的淫乱 而是指 当我们脚踏两只船在世界上 一边又要得到教会的好处 一边又要得到世界的好处 这就是属灵上的淫乱 所以凡是 犯这个属灵上淫乱的人 就是与神为敌的 Amen 所以弟兄妹 我们要与神为友 我们要与世界与世俗为敌 Amen 跟旁边说 你要与神为友 圆安福音的最后几节 就讲到彼得的一个回应 当然彼得被主三次问了以后 肯定是心里非常的复杂 他没有说太多的话 反而是主耶稣告诉他 将来他要如何殉道 他说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任意往来 但你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就是讲到将来彼得要为主殉道 他要荣耀神 然后主耶稣说 你要跟从我 将来你如何殉道 还不是非常重要 你现在要来跟从我 所以第一步你要跟从我 主卷选彼得的时候 你要来跟从我 主再次复活以后 再次跟彼得说 你来跟从我 然后当彼得 彼得反应其实有点奇怪 彼得听了这个 耶稣说他要为主殉道 并没有太多的反应 但是他回头看 这个神所爱的那个门徒 那就是约翰 他说将来 这个人将来如何 就是21节说的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个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等他 要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和安 你来跟从我 又一次说 你来跟从我 就听了没有 这个看见 这个伟大的一个使徒彼得 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比较的心态 对不对 如果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 我们也有没有 一个相同的一个心态 因为彼得真的跟我们 是同样性情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 主说你不要去管 这个约翰将来怎么样 约翰的确是 后来是死头中 活得最惨的一个 他活到 祖后90多年 才殉道 他写了这个约翰福音 约翰一二三书以后 还有启示录以后 才殉道 那时候他大概是 唯一信存的使徒 唯一信存的使徒 对 别的使徒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想 主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中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 有的时候 我们会想 那个弟兄 他好像比我更有恩赐 那个弟兄 那个姐妹 神好像更祝福他 你看他的孩子 多么的优秀 等等等等 弟兄姐妹 我们主在这里说 你不要跟别人比较 只要你自己专心爱主 跟随主 就够了 主的唯一的命令就是 你跟从我吧 你跟从我吧 这是跟每一个人说的 所以我们只要走在 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中 主就会给我们有奖赏 Amen 所以Amen 说 你要跟随主 所以第三题要讲到 如何回应主的爱好 第一个就是为主受苦 为主受苦 是主给彼得的一个预言 但是从以后的初代教会的经历里面 彼得的确为主受苦 他殉道的时候 他是为主道定十字架 道定十字架 那些人要定他的十字架 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 正定十字架 因为我三次不认主耶稣 我只配被道定十字架 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我们去回应主的爱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说为主受苦 因为在北美 这么条件非常优越的一个地方 受苦大概不太容易谈得上 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了去传福音 你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时间 愿意走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圈 去探访某个福音朋友 去牺牲 去让自己有一些不方便 去帮助需要的朋友 或者弟兄姊妹 这其实也是一个受苦的 一个心智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我们愿意来回应主的爱的话 我们就会走出去 去reach到 神要reach到的人 就是做主 祂愿意做的事情 祂要做的事情 Amen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蛮惭愧的 因为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要去看望住在南边的很多弟兄姊妹 常常有的时候他们没有来 那总是有点疲惫 就说这么多事情 要上班 要做这个 做那个 所以常常就忽略了圣灵的感动 我想主会责备我 我想真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来回应主的时候 就是要顺服圣灵的感动 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Amen 我刚刚已经讲过 不要跟别人比较 要单单跟随主 那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 约翰说 他所领受的都写在 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 如果把它全部写下来 整本圣经都不够写的 那就是 这个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你知道 约翰福音本来是20章就要结束了 结果有21章 来 就是主要来建造他的门徒 要让他的爱再次的来建造他的门徒 让我们再次的 在主的爱中被他得着 来 那 你在马太福音有几章 28章对不对 但是有人说马太福音有29章 怎么讲 马太福音29章是什么 有人说是使徒行传 其实也对 但我觉得有个牧师说 马太福音的29章 就是等着我们每一位信徒去写 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有你自己的马太福音 第29章 那就是主在赐给所有的门徒 所有的信徒 大使命之后 他升天以后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要把马太福音 29章写出来 也可以称作是你自己的使徒行传 Amen 跟旁边都说 你要写你的使徒行传 你不要觉得你要写什么轰轰烈烈的 什么诗篇 OK 你只要去 有空的时候 去去探访几位福音朋友 要他来吃饭 跟他谈谈心 关心一下他的需要 你可以写在你的使徒的行传里面 对不对 当我们每个人都去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西雅图林良堂的使徒行传 Amen 也就是我们这个西雅图林良堂 北伏中心的使徒行传 Amen 对不对 最后一个总结 提比利亚海边的爱 是主在复活之后 向他的门徒显现 也是向我们所有 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 向我们显现 他要我们得着主的爱 我刚才讲 我开始都讲过 做主门徒 带主门徒 需要动力和榜样 如果没有动力 没有榜样 很难做到 你可以说 我来参加这个门训 whatever 当你做完以后 你可能又回到 你的老样子一模一样 唯有神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才能真正的 不断的去做主门徒 而且要带主的门徒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当年他向提比利亚海边的 七个门徒显现 今天他也要通过 他的爱 通过圣灵 将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得着这个动力 能够真正能够做一个跟随主 为他舍己 来回应主的爱的一个门徒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这个保罗的祷告 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 节到第十几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干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 尝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 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你们 Amen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晚堂尔队你们可以上来 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拣选的大爱 感谢你的救赎的大爱 主 我们愿意说 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因为你的爱 是何等的尝阔高深 我们说我们愿意 回应你的爱 来做主 祂你托付给我们做的事情 那就是去到万民 向万民来传福音 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 来一生来跟随你 主 我们感谢你 若不是你拣选我们 我们的生命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 能在你面前站立 但是主 你不离不弃的爱 伴随着我们 你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出现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得着满足 让我们的心得以温柔 主 你也给我们清楚的命令 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 能够重新卫生在你的面前 能够真正的去爱你 主 我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长阔高生的爱 与众圣徒意图明白 好让你的教会 能够被你来兴起 来回应你的呼召 将福音传到地底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听什么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 生命和灵安谈的 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悠患 耶稣不能淡淡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聚目 我的伴助从你而来 你的爱不离不弄不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是我的父辈满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叫我换腰 你的永远纪念 与我顺利的缘 是我临手方向的缘点 没有一个悠患 耶稣不能等待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举步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能有奉献的慈爱 赐给环球到你灵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在我一人面前 爱是眼睛 是我的父辈满意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是我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如果你觉得神现在离你很远 我们一起来呼求神的爱 再次来充满我们 因为祂联名我们 祂眷顾我们 只要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祂要来帮助我们 就像祂当年帮助 整夜劳力却一无所获的门徒一样 就像当年27年前 来帮助我一样 弟兄姐妹 这时候你可以为自己来祷告 求神的爱再次的来充满你 让你能够得着那个温暖 得着那个饱足 让我们能够感受 神的爱是何等的残酷 高盛 祂能够有医治的大能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使得主我 我们来感谢祢 我们来呼求祢 愿祢的爱在充满我们 愿祢的怜悯如江河 永留在我们的里面 不管我们如今的关键如何 不管我们面对 多么大的一个困难 主啊 祢都在 祢都在来寻找我们 要来得着我们 让祢的爱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来感谢祢 因为祢的爱永远是不离不弃的 祢的爱不怜悯如江河永留 我们来感谢祢 赞美祢 哈利路亚 我来感谢祢 我们一起来唱 祢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祢的爱永远是不离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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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好让我们能知道生命的方向和意义 好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跟随主的蒙福的道路上 主要求祢来帮助我们 来思想祢所思想的 来爱祢所爱的 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 而是为祢而活 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传扬祢的福音 建造祢自己荣耀的教会 主祢就应许参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哈利路亚 感谢祢 赞美女 这时候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和能力 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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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